到底是怎样的国内神剧能连拍三部 还一直持续在8.8分 1937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各地烽火连连 此时日本少佐山本义夫正在做战前动员 同时游击队队长邝国华也潜入这里 在各个角落放满了炸药 他引爆炸药后 一路负伤逃跑到一条小溪边 晕倒后被路过的农夫父子就回红溪村 照顾她的是一个女孩名叫阿秀 他问阿秀为何这里叫红溪村 是不是溪水是红色的 阿秀告诉他 传说在后山上住了一个千年僵尸 每年闹饥晃的时候 僵尸就会醒 溪水就变成红色 水变得越红 说明将尸溪人血也就越多 所以这就叫红溪村 邝国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溪水真的变成了红色 自己也被一只僵尸追赶 醒来后发现是虚惊一场 他换上村民的衣服 阿秀慌慌张张的跑来说 有一群日军军队要来这里抓捕受伤的游击队员 他为了不连累村民 必须要离开这里 阿秀让农夫父子 带邝国华朝小路上山 山本一夫带队来到红溪村 发现了一件没烧完的日本军服 认定是村民把邝国华藏了起来 下令屠村 而跑到一半的邝国华 听到红溪村里传来枪声 马上让复生待在原地 自己则赶回村里 救下了将被枪杀的阿秀 与此同时 游击队的支援赶到 双方大战展开激烈交锋 山本一夫被邝国华追到一处空地 二人一路从草丛打到了河里 鲜血染红了溪水 两人从白天打到黑夜 直到日本军带复生赶来 并开枪射杀了邝国华和孩子 就在两人冰死之间 僵尸王 将尘出现 吸了三人的鲜血 马丹娜将至 一套连招将将尘击退 第二天 邝国华和孩子脖子上的牙印消失不见 阿秀一路寻到这里 将二人索救 马丹娜回来后发现 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深知任何人被将尘咬过 都会受到尸毒感染 而变成僵尸 而且斜得越斜正的越正 可龙族天书里并未记载解救之法 马丹娜不禁探导 这次没抓到 将尘又多了两个僵尸 看来 他们驱魔龙族马氏一家 今后几代都要忙了 转眼就是1998年 警察们正在执行抓捕任务 罪犯逃到楼顶 有个警察 却已经在此地等候多时 这人正是六十多年前的邝国华 算下来 已经快一百岁了 此时已经更名为邝天佑 这个警察居然这样逼供罪犯 他把自己和罪犯锁在一起 然后转身直接跳下楼顶 当罪犯终于撑不住招供时 他竟然又解开手铐 一个转身 毫发无损地站在罪犯身后 弄得罪犯是一脸猛逼 他这次立了大功 可出镜风头的却是顶头上司 但他一笑了之 毫不在乎名利 一所小学历 复生的外貌 还是定格在八岁的样子 老师见复生上课睡觉 就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 没想到 这小子对答如流 嫦娥和岳飞的传说故事 给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还给老师讲出了伽马射线 老师听的是一脸疑惑 表示不服 放学后 小女孩被一个猥琐大叔缠住 复生见到后上前制止 却被猥琐男推倒 就在此时 复生的样子发生了变化 力大无比 一拳就将猥琐男打倒在地 非常解气 这一幕刚好被邝天佑看到 但天佑并没有夸他 知道这一次 又要给复生转学了 自二人被降陈咬后 就变成不老不死 只能以血为石的僵尸 多年来 一直相依为命 以父子相称 而复生的愿望 就是能够变回一个正常人 希望自己能够结婚生子 想来也是 痛苦一直被定格在八岁 六十多年来 都无法过常人生活 这谁能顶得住啊 一说起这些 邝天佑就想起了阿秀 阿秀跟他们二人不同 会经历生老病死 马晓玲现如今开了家清洁公司 她是驱魔一族马丹娜的后人 专门帮人对付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一天接了一单生意 事到一座大厦里面抓苦 这座大厦的租务经理 本是个很下流的人 公司里的女职员 几乎都被她骚扰过 三个月前 她突然犯了心脏病 死在了办公室里 从此公司就会出现下流鬼 下流鬼也想对晓玲动手 但晓玲手脚干净利落 一下就轻松解决了下流鬼 然后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个神秘人阿肯 他是日本首富山本龙衣的代理人 这次是授旗老板之意 约马晓玲去日本一家温泉酒店为其捉鬼 与此同时 邝天又和同事高宝 也被派遣去日本执行任务 并在机场跟马晓玲和其好友王真真偶遇 这是星象塔罗牌 据说可以预知命运 真真选好牌后 交给小林 三张牌分别代表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过去这张是忍者 代表过去很失落 很孤独 确实很准 因为真真还没男朋友 现在这张是个男人骑着战车 也就是说 你未来的男朋友是个战士 很有正义感 永远向命运挑战 从不屈服 接着翻开第三张牌 这张呢 不说了 免得你又说我在耍你 真真让小林也来抽一次 抽完牌后发现 两人竟然完全相同 真真说 看来小林 你会跟我抢男朋友 接着 马晓玲单独会见了山本龙衣 其实这个山本龙衣 就是当年 被将陈咬过的山本义夫 但看起来 山本义夫 却与天又和附生完全不同 像是个年近百岁的老人 马晓玲从山本义夫口中得知 自己此次来日本的任务 就是要抓女鬼初春 天又和高宝 受命来捉拿罪犯 但在天又追捕的过程中 发现罪犯已经变成一具白骨 而那房中的白衣女子 一见到天又 马上就飞走 天又追了出去 却正巧遇到 来这里 捉鬼的马晓玲和王真真 三人就死在温泉酒店住下 第二天 小林出去谈生意 请求天又帮忙照顾真真 天又便带上 她去初春的家乡调查 见到了初春的父亲 初春还是没遇到所爱之人 初春的父亲 替他在温泉酒店找了一份工作 有一天初春笑着回到家里 还换上了一件全新的和服 父亲知道 初春一定是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他替初春感到高兴 可没想到的是 那次相见就是永别 因为那天晚上 初春就死了 整具尸体一滴血也没有 说到这里 初春的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两人跟马晓玲会合 经过一天的相处 真真对天又以心生好感 晓玲看出 真真想跟天又相处 于是主动提议三人一起游玩 可在滑雪过程中 马晓玲一不小心撞到树上 直接晕了过去 在昏迷中见到了丹娜姑婆 马丹娜提醒晓玲 一定要遵照马氏一家的家规 守正避邪 净化众生 更要小心六十年前被将尘咬过的人 因为将尘和一般僵尸不同 中了他失毒的人 表面上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但其实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随后还反复叮嘱小玲 马家每一代的女人 都不能为男人流一滴眼泪 否则 所有的法力都会消失 他们回到酒店 看到有三个和尚在做法 原来这人是孔雀大师 也是他们请来帮忙驱鬼的 话音刚落 音风骤起 孔雀出手三两下 就将初春打退 初春被孔雀大师追得逃无可逃 竟然附到了珍珍身上 一路逃到野外 背况天佑拦住 很快孔雀也追到这里 他为了能够消灭初春 不惜伤害珍珍 天佑拉着初春准备带走 可初春却被孔雀的结界困住 逃不出来 孔雀眼看着结界困不住天佑 接着用定身骤定住他 天佑正想变身 马晓菱就赶到这里 只用一招就破了孔雀的结界 孔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林迈着大长腿从容离去 而天佑背着昏迷不醒的珍珍 要赶回酒店 中途初春醒了过来 天佑将初春父亲的思念转告给他 还询问击杀初春的凶手是谁 刚要说出凶手的名字 马晓菱出现 为了不让珍珍被初春附身太紧 损伤杨兽 小林不等天佑问完 就将初春打出珍珍体外 但没想到 初春随即附到了小林身上 天佑赶紧从化妆箱里 拿出一粒幸运星来 不知道是哪哪一粒 干脆扔了一把过去 吞不下去 水 小林使出必杀计 九字真言放神龙 神龙竟真的被召化而出 再叫一声 珠邪 愿凌初春便被收服 接着初春说出了杀他的凶手 这个人就是山本义夫 他们将初春的遗物交给他的父亲 阿肯找到小林结清费用三百万 天佑恰好听到他的老板是山本先生 马上想到了山本义夫 但阿肯说他的老板叫山本龙医 并不是山本义夫 但在来的路上 倒是看到了一个名为山本义夫的墓碑 然后还将天佑带到墓前 但天佑通过赶之 发现坟墓根本就是空的 在回头时 阿肯已经不见了踪影 马小林找到孔雀大师 想让孔雀帮初春超度 孔雀开口就要三百万 是钱如命的马小林 哪里肯给 这可是自己得到的全部酬金 一番讨价还价后 最终以一百五十万成交 孔雀大师收下支票 把幸运星交给他后 小林还不忘大骂 死和尚 见钱眼开 你看后面 怎么 今天上课好吗 嗯 很好 不过大家都被雨淋湿了 哦 你被雨淋湿了 哦 我很好 你今天上课有没有调皮啊 原来孔雀大师受人尊重 并不是因为他捉鬼有本事 是因为他收养了这些孤儿 小林的一百五十万 对他非常重要 这些酬金 也是要全部用来资助这些孩子的 天佑问他还心痛吗 口是心非的小林说自己也是孤儿 如果把那一百五十万元还给他 自己日子过得会更好 就在他俩离开的时候 初春也得到了超度 阿肯回去告诉老板 他今天遇到要找山本一夫的男人 山本一夫一听 肯定此人就是六十年前的邝国华 傅生正在同时跟六位大爷下棋 大爷们面对这个看起来 只有八岁的小孩 也是只能摸摸脑袋 还好奇问道 小子你这么厉害 是吃啥长大的 傅生告诉他 自己是吃猪血长大的 邝天又来接他 发现他露出了僵尸牙 原来是因为家里的血带都吃完了 一旦饿了 就会露出牙齿 但他们从不惜人血 于是带着他去找求书 求书在香港经营着一家游戏厅 每天白天准时营业 一到晚上十二点就准时打烊 然后让一些鬼魂到店里来玩 求书拿出医院的过期血包 告诉天又 已经找到了新的住址 由于天又和傅生不老不死 每隔几年就要搬家转学 多年来 求书还一直帮天又打探阿秀的下落 天又看着求书的瘸腿 不禁心生愧疚 求书看出他的心思 宽慰他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从前老是以为自己像师父那样 有本事驱魔未到 一见鬼想把他们打下十八层地狱 一见了僵尸 叫他们永不超生 从来没想过鬼也有好鬼 僵尸也都有不惜人血的 你虽然把我的腿打瘸了 但是起码你把我打醒了 这时有一只鬼 跑来给求输送消息 说阿秀找到了 现在人正在医院 天又马上拉起副生 赶去医院 算起来 阿秀已经也是年入近百 如今已病入膏肓 不敢相信 眼前如此年轻的天又 就是当年的邝国华 天又给他讲了实话 自己被僵尸咬了 所以永远不老不死 阿秀笑着说 要不然你也咬我一口吧 不死未必是件好事 死了也未必是件坏事 最终天又没有咬他 这六十多年来 阿秀一直在等待他 但在临终前 才真正的见到爱人 自己一老 但爱人的样貌却依旧年轻 等待爱人的心愿达成 自己却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天又带着副生来到新家地址 没想到正是家家大厦 好巧不巧 刚敲开门 就看到了屋里的王珍珍 没想到竟有如此缘分 真妈家家也对天又和复生 十分热情 得知复生还没地方上学 便主动提出去 珍珍任教的学校上学 而复生看到 珍珍这么漂亮 当然欣然答应 但谁又曾想到 家家大厦内 接下来会发生一系列奇幻的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 每天约有78.3个传说在消失 但我相信 这个传说必将流传下去 一代驱魔道人 竟跟僵尸成为了朋友 还告诉他 400年前 法国人达姆斯曾经预言 1999年7月 天上降下大灾星 复活安古林大王 战神横行在前后 僵尸会在那时候毁灭世界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也在等待这个时间 到时 安古林将会复活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会死亡 而活下来的都会变成僵尸 他的女儿山本 未来骂他变态 心里非常痛恨 他的父亲 明明自己可以早日入轮回 父亲却将自己变成 不老不死的僵尸 备受时间的折磨 山本一夫认为 未来之所以不开心 是因为自己跟其他人不同 如果到1999年7月那一天 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僵尸 未来就再也不会 觉得自己是个异类 还告诉未来 到那时候 会让未来成为高高在上的公主 未来觉得父亲度入魔症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竟正好也搬进了家家大厦 接着找家妈租下了一间房 山本一夫 妄想建立一个僵尸的世界 准备前去拜访妙善上师 相传观音在得到升天的时候 回头看见凡间疾苦 留下最后一滴红尘泪 这滴泪化成了肉身 借妙善之名 普度有缘人 而妙善上师每隔33年 都会在不同的地方 跟众生结缘 每次会接见33人 每人可以问三个问题 有问必答 而妙善对山本的到来早有预知 他告诉山本一夫 妙善与人结缘的目的 是要告诉人们 其实路本来就在前面 不管答案如何 路史中只有一条 这条路是生是死 都是自己选的 结果是自己造成 也就必须要自己一手承担 山本一夫坦言 自己想要把这个世界 变成僵尸的世界 随后就问出了 一直想得到答案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有什么能阻止我 旷天佑 马家的血 镇国石灵 和大日如来的禁石咒 怎么能毁灭镇国石灵 跟你的敌人合作 大日如来禁石咒在哪 在我这 没想到妙善上师 竟然也是自己的敌人 妙善说自己是个旁观者 一般不会插手人间是非 但妙善又说 因为他回答了山本一夫的三个问题 是山本一夫有希望成功 种下了因 他也要承受造成的果 必要石 他会出禁石咒 在末日到来之前 杀掉山本一夫 说完就消失不见 酒吧里 山本未来在寻找自己的食物 有男人主动上前搭讪 得知今天是未来的生日 于是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送给未来当惊喜 这简单的一个蛋糕 触动了未来的内心 让他决定放过眼前这个男人 从酒吧出来后 阿肯也跟未来说了句生日快乐 未来情不自禁地吻上他 可阿肯却回忆起了以前 原来阿肯是未来的男朋友 未来没控制住自己将他咬死 后来又被山本一夫用一滴血救活 山本当时是不想见到未来伤心 所以救活未来所爱之人 希望他们都有不死之身 未来提出想跟阿肯远走高飞 隐姓埋名地去过安稳的生活 不要再帮山本一夫卖命 可阿肯心里知道 他们已经没了其他更好的选择 山本一夫得到妙善的回答 知道了阻止自己的绊脚石 他决定要将这些问题逐一击破 他让手下林国栋设法将郑国石灵 从内地运到香港 林国栋想出一计 打算以举办展览的名义 完成这次任务 山本一夫准备等郑国石灵一到 就请敌人来眼上一出好戏 憧憬着 要不了多久 僵尸的世界就会到来 过马路时一定要小心 不然就会像佳佳一样 差点被撞 还好林国栋刹车踩得快 赶紧下车道歉 确认佳佳无大碍后 林国栋上车准备离开 但是发现车子抛锚 佳佳提醒林国栋 可以去围定酒吧打电话求助 二人一起走进酒吧 并喝下了老板娘白速速调好的酒 这酒有点神奇 酒一下度 林国栋先醉倒进入梦境 在梦里看到了一座无字杯 以为这杯下埋的是自己 国栋开始挖坟 可挖到最后掀开棺盖 里面躺着的竟是佳佳 脖子上还留有僵尸的咬痕 佳佳进入梦境后 看到一个男人要离开佳佳大厦 他追上前去 发现竟是林国栋 两人醒来后 林国栋连忙问这是什么酒 怎么这么刺激 素素说这是新酒 专治新病是很久以前 一个叫妙善的人教他酿的 林国栋听后 对自己的梦境闭口不提 然后离开 佳佳告诉素素 梦境中感觉自己 好像被困在了大厦中 走不出来 素素安慰道 说因为佳佳大厦 是佳佳的丈夫设计的 丈夫死后 佳佳一直住在大厦里面 要走出大厦并非难事 关键看他自己的心意 林国栋来报道老板 郑国时龄已经被批准 可以运到香港进行展览 不出意外 展览下个星期就可以举行 汇报完工作 林国栋说自己是癌症晚期 自己每天都痛得睡不着觉 原来他这么为老板卖命 就是希望山本一夫能咬他一口 让他可以得到永生 说来也是讽刺 当年山本一夫变成僵尸的时候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想死 而女儿未来 更是无比痛恨自己的身份 现在却有人偏偏主动变成僵尸 因为他们怕死 又不敢面对现实 山本一夫许诺林国栋 他现在需要正常人帮他做事 等障碍都消除后 他会帮他实现愿望 珍珍拿出一张照片 跟小林说起 在日本与天佑的美好回忆 小林鼓励珍珍主动追求天佑 珍珍也决定试试 天佑带着富生去祭拜阿秀 富生也在想办法撮合他和珍珍 回来时 正好遇到马小林和珍珍 双方有点尴尬 原来是之前珍珍也去了素素的酒吧 喝了新酒 然后产生幻觉后 给天佑说了 自己对他有好感 但没想到 那一切其实是真的 那酒竟能让人做平日里不敢做的事 天台上 正中霸在修理天线 儿子好心提醒 想帮他的忙 但却反被他数落一通 未来将一切看在眼里 故意使坏用超能力将天线折断 千军一发之际 富生来到天台 用超能力救下了正中霸 未来看到后 心中若有所思 到底是自己厉害 还是他比较厉害 富生仅用一个眼神 就就下了差点被撞的孩子 女孩妈妈很气愤 你不知道 学校门口要减速慢行吗 救人的这一幕被未来看到 富生知道自己又露出了破绽 无法隐瞒 小机灵鬼于是 主动走到未来面前 未来问他到底什么人 富生说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有超能力了 但这件事情只有自己知道 连老爸也不知情 为了不让别人把自己当成怪物 他希望未来能帮他保守秘密 一声未来姐姐一叫 他便欣然答应 此时珍珍来接富生 约好了今天去游乐场 未来回头看到珍珍目不转睛 因为他发现 珍珍跟自己的母亲山本雪 长得一模一样 在珍珍的邀请下 未来恍恍惚惚的一起上了车 未来主动提出 跟珍珍拍了一张合影 接着 众人故意给天佑和珍珍 创造独处的机会 可富生一回家 却发现天佑早已到家 富生质问天佑 为何没跟珍珍去约会 感慨自己 为何不是18岁的时候被咬 现在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 却只能干着急 天佑说自己跟珍珍在一起 其实真的无话可说 甚至都不如跟小林在一起 话题多 未来回到家里 看到自己跟珍珍的合影 又想起了母亲 而山本一夫看着一家三口的照片 也开始陷入回忆 妻子去世后 山本一夫非常伤心 为了不再承受这种离别之苦 山本在梅京未来同意的情况下 咬了他 将未来变成僵尸 让他获得永生 这样就可以永远陪在自己身边 从此未来十分痛恨父亲 因为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吸血的怪物 小林还在想着 怎么撮合珍珍和天佑 为二人拟出一份约会计划 以天佑的名义约好了珍珍 而傅生则负责约天佑 二人约好在酒吧见面 素素亲自为二人做了一顿烛光晚餐 还暗示天佑 说他做的东西天佑一定能吃 并不会拉肚子 小林和傅生刚好看到二人从酒吧出来 一路跟踪 发现二人按照行程表来到了山顶 珍珍主动说 自己知道 阿秀在天佑心中的位置 并不介意跟天佑一起分享 他跟阿秀的过去 但阿秀毕竟已经不在了 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他从没想过要取代阿秀 只是希望天佑能够有新的生活 小林见二人进展缓慢 决定十点招数帮助他俩 先是刮风 再是打雷 最后下雪 两人很快就经历了春夏秋冬 为二人营造浪漫氛围 两人十分开心 香港居然也会下雪 珍珍回到家告诉妈妈 长这么大今天是最开心的一天 竟然看到了下雪 家妈说你脑袋发烧的话 就去洗衣服吧 珍珍说 不信你待会儿看天气预报 还让妈妈家家 也要走出家家大厦 不能整日待在家里 挣钱都是其次 主要能开始崭新的生活 小林羡慕珍珍终于找到了幸福 可自己心里却又有些失落 这时马丹娜出现 告诉小林你可不能谈恋爱 还指望你捉将尘 小林抱怨道 自己要在三十岁前把钱赚够 然后退休嫁人 二十年没工作经历的人突然来面试 他将会经历什么 他低声下气的告诉面试官 我毕了夜就结婚 结了婚就在家带孩子 集团的副行政总裁 只用一句话 就帮家家搞定了工作 林院长有什么关系 这位小姐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他 你不用我再说一遍吧 郑国石灵已经运到了香港 山本一夫早已在展馆等候多时 众人上前拆箱 却被中南海的保镖出手阻止 李书记解释说 这块零石出自四川一座孤山 相传有镇妖畜魔的威力 曾消灭不少妖魔 还能使得国家风调雨顺 因此称作郑国石灵 一旁的阿肯和毕家 面对着郑国石灵 十分难受 额头上布满了密集的汗珠 林国栋发现了两人的一样 赶紧请李书记一部酒店 但这零石毕竟贵重 中南海的保镖 必须留下来看守郑国石灵 电视上正播放着郑国石灵 在博物馆展出的新闻 速速和轻轻 不禁想起两人当初大战伐海的情形 也是十分慌张 山本一夫等人 正在讨论郑国石灵的问题 新来的佳佳 因为对环境不熟 误闯了进来 林国栋赶紧帮忙解释 他是新来的 可一旁的Herman看到佳佳 对他产生了兴趣 离开办公室后 就找到佳佳搭讪 林国栋看到后赶紧支开佳佳 随后告诉Herman 让他别碰佳佳 Herman想想反正公司里的女人多的是 不碰佳佳 他也可以去要别人 下班时间到了 林国栋本想送佳佳回去 但佳佳的工作还没做完 静止的他想加班完成 国栋还叮嘱佳佳 下班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但林国栋刚一走出公司 就看到Herman搭上了他的秘书 这姑娘以为等着他的 会是一个浪漫的夜晚 却不曾想到 他只是别人的猎物 珍珍聊起再速速那喝的酒 十分神奇 还拿出来跟小林分享 小林回到家后 就好奇尝了一口 随后进入幻境 你想哭就哭吧 管天忆 但马家传人 不可以为男人流泪 否则法力就会消失 惊醒后的小林 马上来到酒吧 质问姐妹二人到底 是何方妖怪 速速告诉小林 这种酒叫做新酒 它只是催化和预知 未来事情的发生 所以如果在幻境中 看到了什么画面 有问题的肯定不是酒 而世人 小林从酒吧出来后 就在家家大厦看到了天佑 气愤地走上前去 然后告诉天佑 要对珍珍一心一意 连看别人一眼都不行 结果话音刚落 珍珍就走了出来 原来二人早已约好 一起去吃夜宵 小林有点尴尬 随后借骨离开 速速的大县就要到了 这只帝王蟹 有点不简单 传说它能降妖除魔 它竟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中南海保镖赶紧追出去 随后阿肯出现 手脚干净利落 一下就结果了两人 还故意留下牙印 但一接近帝王蟹 阿肯浑身不舒服 保镖发现了调虎离山之际 阿肯两人赶紧离开 很快警察赶到 并封锁了这里 天佑来到现场 在检查尸体时 发现了死者脖子上的僵尸咬痕 山本义父的委托 说来这里抓僵尸 表面上看 天佑调查凶案 小林来抓僵尸 两人各做各的事情 但是殊不知 两人已经掉入山本义父的圈套 小林来到停尸房 他深知僵尸的口水偏解 如果死者是被僵尸咬死 那么伤口处一定残留僵尸的口水 用药水喷过之后 伤口就会变蓝 验证了僵尸的存在后 他相信这个僵尸 一定还会再次来到展馆 但就是有点不明白 僵尸为什么会对这么个帝王蟹感兴趣 天佑在查看案发时的监控录像 虽然画面都是雪花 但天佑利用超能力看到了 事发时的部分情景 画面中明显有一团水 成人形 他知道此事绝不简单 于是马上来找求书 询问更多关于僵尸的传说 求书告诉他 僵尸是属于六道之外的义物 其中 夕阳僵尸可以变成蝙蝠 变成烟雾 很可能 夕阳僵尸和你一样 都是降臣之后 你和复生属于第一代 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会越来越差 他们会见光死 怕十字架 能被桃木钉钉死的 应该属于第十代 二人聊着聊着 小林出现 原来小林一直在求书这里进口捉鬼器具 来此时因为小林怀疑僵尸跑去博物馆 就是为了摧毁灵石 他一定要在灵石运走前消灭僵尸 来找求书买一些可以消灭僵尸的法器 但这些法器只能对付普通僵尸 要想对付降臣或降臣之后 那就是白扯 林国栋的秘书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他心知肯定已经不在人世 于是就让家家接替秘书一职 素素邀请珍珍大厦的人来酒吧吃饭 可吃完后就纷纷复痛昏迷 天佑和小林正赶来赴约 一进门就发现众人已死 小林正要上前动手 天佑连忙阻止 他知道素素并非坏人 想听听他的解释 原来素素刚才给大家吃的都是虫子 对一盘虫子施法 变成了食物的样子 让众人吃下 目的是要以毒攻毒 先死而后生 这些虫子吃下后会有食疗作用 很快众人相继醒来 个个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轻松 腰也不痛腿也不酸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傅生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家家大厦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疼他 六十年来 还是头一次感到做小孩子是一件好事 有人疼有人爱 真的挺开心的 珍珍告诉家妈 这段时间自己已经很努力 和天佑相互了解 但两人在一起时非常拘谨 天佑的态度让珍珍感到难过 他很多事情都挂在心里 都不肯说自己很想关心天佑 却又觉得无从下手 傅生听说珍珍情绪低落 于是替天佑约了珍珍出来 可见面后两人还是十分尴尬 最后天佑接到警局 电话匆忙离去 一个八岁的小孩 竟然对感情十分苦恼 还好那时候有电台可以诉说心声 他希望天佑能忘记阿秀 开始全新的生活 认认真真的跟珍珍谈恋爱 主持人告诉傅生 缘分是不能勉强的 一切应该顺其自然 傅生认为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把不开心和开心的事情都说出来 他甚至还偷偷用电脑合成过三人的照片 珍珍和天佑听到了傅生的心里话 两人有点惭愧 不希望两人的尴尬处境 触及到一个八岁的小孩子 小林一个人在酒吧发呆 速速好奇问他 到底看到了什么 但他对梦境闭口不提 速速告诉小林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命运安排的 很想去改变 但到头来发现 早已命中注定 这天未来送珍珍和傅生去上学 丢给傅生一顶帽子 傅生戴上后 未来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傅生十分开心 可就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看到了阿肯 接着又消失不见 巷子里傅生被阿肯两人拦住去路 一拳打向阿肯 却发现他变成了水形 随后 未来来到巷子 只看到一顶帽子和傅生的作业 珍珍已经发现傅生失踪 赶紧打电话通知天佑 天佑到场后 安慰珍珍不要担心 然后寻着未到 找到了傅生失踪的巷子 随后一路找到一个地下车库 他威胁天佑 帮他做一件事 不然 旷傅生就会有麻烦 天佑没有找回傅生 珍珍十分惭愧 但天佑告诉珍珍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引起更多人的担心 然后一个人来到傅生的房间 看着傅生的绘画作品 心中十分难受 未来气冲冲的跑回去 质问阿肯 是不是他抓了傅生 可阿肯并不会承认 未来不幸决定要找到傅生为止 到了晚上 天佑按照计划断掉电源 然后将小林等人引了出去 以一敌二跟两保镖动起手来 两人被天佑踢倒在地 两人不服 但又被天佑给手铐靠住 这中南海保镖 也不是吃素的 使出必杀技 这恐龙化石居然动起来 攻击天佑 天佑拿起宝剑 直接将化石粉碎 此时小林赶了回来 两人交锋 但天佑居然不是这女人的对手 直接被掀下头罩显了原形 场面极度尴尬 此时螃蟹正好爆炸 还蹦出个人来 此人便是法海 法海专收天下一切要挟 但被素素和青青用计 将他关进螃蟹 这一关就是八百年 法海怒吼着 要找白蛇青蛇了结恩怨 然后就消失不见 马晓菱知道了 天佑的真实身份 刚要开口询问 就被天佑打断 他坦言是因为附生被抓了 并且现在法海一定会找素素的麻烦 现在法海跑了出来 他一定会杀素素 和尚站在一栋三十层高的大厦顶楼 依次有精神问题 警察和记者纷纷赶到现场 以为他是要跳楼轻声 但却不知他就是法海 正在寻找青蛇白蛇的踪影 不一会儿 电视上就报道 这名和尚不见了踪影 素素和青青知道 他肯定找到了这里 赶紧起身离开 三人在天台展开激战 但素素和青青 哪里是法海的对手 但不慎水管破裂 法海十分慌张 他竟然怕水 素素和青青 借机重现水漫金山寺 利用法海的心魔将他击退 法海耳边 一直想起当年徒弟们的呼救 对于法海而言 水就是他的克星 当年水漫金山寺 只有法海一人独活 这件事情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法海正在饱受心魔的折磨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杀了白蛇 傅生被关在一个盒子里面 自己已经饿得露出了僵尸牙 阿肯来看他 两人聊起了做僵尸的心得 傅生告诉阿肯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 因为你进来以后 既不说谎话也不说真话 我不开心就会跟我爸爸聊天 阿肯临走前告诉傅生 下次来会带点好吃的来给你 天佑和小林来找求叔帮忙 小林质问求叔 为什么要隐瞒天佑的身份 求叔说自己虽然是毛道长的传人 但以前不敌天佑 被他咬了一条腿 并未吸我的血 但这样我肯定会变成僵尸 于是他砍掉了我那条腿 因为他知道做僵尸的痛苦 天佑宁可喝过七血包为生 从来没害过人 求叔这番话 让小林知道了天佑的善良 求叔还说 由于天佑不肯吸活人的血 一直没有发挥僵尸应有的威力 所以肯定不是法海的对手 素素知道 这次肯定难逃一劫 他不想让青青跟着自己白白牺牲 劝小青赶快离开 可姐妹情深 危难之时 哪里能丢下姐姐 法海很快就找到这里 双方展开大战 两人压根不是法海的对手 法海拿出金箔 直接就将两人收了进去 这时小林和天佑赶到 小林说他来对付 直接被法海打伤 天佑见状 马上献出僵尸形态 棒子一挥 就出了素素和青青 两人再次大打出手 结果天佑越战越勇 激发出了更大潜能 天佑步步逼近 却被速速拦住 速速说法海 对他们的恩怨 就像他对许仙的情 已经被折磨了整整八百年 其实 因果报应是法海还不能放下 他劝法海放下心魔 恰巧 佛祖现世 让法海放下执念 法海本是罗汉今生 如今沉原已尽 佛祖以莲花帮助法海飞升 莲花一队 迎你上来 这一切恩恩怨怨 也算就此了结 小林希望 天佑不要伤害真真 找机会跟他说清楚 速速拉起两人的手 说没什么可以报答你们 如果有一天 你们真心喜欢一个人 不要介意 对方是人还是妖 虽然现在还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终有一天 你们会明白的 晚上天佑找真真聊天 她知道真真是个好女人 不能伤害她 但还没等天佑开口 真真却先跟天佑道歉 自己没有看好复生 十分自责 天佑几次想说分手也都被她打断 看着眼前善良的真真 最终还是把分手的花样了回去 她背着一个年轻女人走进电梯 然后故意留下破绽 将女人放在密室 她告诉复生 要怪就怪山本一夫吧 随即离开 奈何复生被关了太多天了 实在恶的受不了了 只听见一声惨叫 复生第一次吸了人血 未来找到这里 将复生救走 复生不敢回家 虽然她很想念天佑和真真他们 但已经吸过人血的她 怎敢面对他们 山本一夫赞赏阿坚干得很棒 上次天佑跟法海一战 说明僵尸就算为喝人血 在绝境条件下 也能激发更大的潜能 她来对付她 只能从长计议 未来安慰复生后 带她回到了家家大厦 复生谎称 自己是被人拐跑 然后在人贩子睡着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她真的不想再提及那件事 到了夜里 复生饥饿赶来洗 她拿着过漆血包吸了后 又吐了出去 吸食过人血后 就像吸毒一样 哪里能忍得住 还好被未来阻止 告诉复生 不要一错再错 天佑追问复生去了哪里 你是不是出去过 去过哪里 是不是出去过 去过哪里 你别管我 我别管你 我们一起生活了六十年了 六十年了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 我现在问你几句 你叫我别管你 可复生宁愿挨打 也不肯说出真相 天佑十分难受 气愤地离开 六十年来 还是第一次跟她吵架 第二天一早复生在后巷里 又想要吸食人血 未来想要阻止她 但压根追不上她 接着家家大厦就发生了命案 出现一具干尸 小林也赶到现场 两人一起寻找凶手 小林怀疑 这件事情跟复生有关 最后在一所破房子里 找到了复生 对不起爸爸 我杀人了 小林见复生 已经开始害人 准备收了复生 但她始终有些下不去手 未来出现带走复生 并告诉天佑说 这一切 其实是她父亲山本义夫所为 天佑相信未来 知道未来不坏 于是托未来帮忙照顾复生 她要去会会山本义夫 该来的始终要来 早晚都要面对 时隔六十年的两人再次重逢 两人针锋相对 质问山本义夫 为什么要害复生 我讨厌这个世界 山本义夫倒也不隐瞒 每当她见到人 就想到自己是僵尸 如果她能把这个世界 变成僵尸的世界 那么人类就是异类 她也不会再感到孤独 还邀请天佑跟她一起 创造这个世界 简直变态 天佑气愤至极 我有朋友有亲人 有人关心 你只是一个孤独的可怜虫 你做这些 只是为了报复社会 然后潇洒离去 但她刚准备走出公司 却发现他们 准备对天佑身边的人下手 以此来逼迫天佑跟自己合作 天佑深知自己是个僵尸 但是并未丧尸人的情感 有情感就有弱点 为了不连累身边的至亲至友 回到警局 递出了辞城 一声不吭的就搬离了家家大厦 天佑走后 珍珍看着三人的照片 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马晓菱出言安慰 珍珍想到 晓菱一定知道些什么 可就是不明白 天佑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告诉晓菱 但却不能告诉她的 提及晓菱 为她占卜的塔罗牌 认定了天佑 就是她的真命天子 虽然跟自己不辞而别 但她却在为天佑找各种借口 看来一个人是真的爱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不用欺骗她 电梯又出现了一个 挂掉的外卖小哥 警察赶到现场 马晓菱闻讯而来 因为知道复生已经吸过人血 所以眼下晓菱 肯定怀疑到复生头上 如果真是复生所为 那可能会不念旧情 正犹豫间就有人敲门 打开门就看到 已经泪流满面的复生 姐姐 你收了我吗 知道自己 早晚有一天 还是会忍不住去咬人的 所以请求马晓菱收了自己 这次你做对了 爸爸 我知道我无养可救 我能跟你生活六十年 我觉得非常开心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爸爸 但是你很疼我 我会感激你 爸爸 我决定了 动手吧 小林把复生带进房间后 只听到一声惨叫 天佑赶紧跑进房间 原来 马晓菱 哪里忍心收服复生 他只是 用寒冰浮仙封住复生 可以争取更多时间 来寻找解救方法 天佑吐露出自己的心声 我唯一的希望 是把他变成普通人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办到 但他是我生存的目的 女人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竟真的可以改变一个男人 山本一夫在舞会上 遇到了王珍珍 这人长得跟自己的 王七山本雪一模一样 自此以后 他就对王珍珍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珍珍自从久会回来以后 她的梦里 总是会再次出现 两人跳舞的情景 这梦真实地 直接把珍珍吓起 走在街上 耳边还会传来 呼唤阿雪的名字 反正十分诡异 天佑搬离家家大厦后 就一直住在小林这里 孤男寡女 但并没有发生什么 因为他们 整天都在思考 如何解救复生 以及消灭山本一夫的方法 两人正说话间 门外突然传来珍珍的声音 屋内两人马上分头行动 做贼心虚的天佑 赶紧找地方藏起来 场面看起来 有种被人捉肩的味道 珍珍是想来 跟小林诉说苦恼 梦中老是会出现 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 看有没有什么符咒 可以封印住他 小林表示没有 说完了心事后 珍珍就离开了零零堂 但走在街上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珍珍思绪烦乱 突然一辆高级轿车 停在她的面前 给她讲了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 命运的安排 使这个男人 成了吸血僵尸 他不老不死 而且还要靠吸血为生 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只好每天躲在房间里 谁也不见 甚至包括他妻子 但是他妻子 从来没问过 是什么原因 默默地挑起生活的重担 时间过得很快 他妻子越来越苍老 可是他一点没变 直到他妻子死的那天 他能做到的事 只是抱着妻子的尸体痛苦 珍珍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个男人 不够爱自己的妻子 他并未将自己经历的事情 与妻子沟通 也许他的妻子 愿意答应被他咬 应该将选择权交给他的妻子 珍珍还说 如果他是那个男人的妻子 那么他就愿意变成僵尸 永远陪伴在丈夫身边 而不是让丈夫一个人 孤独地留在世上想念自己 珍珍这番话 让山本一夫对他更加喜爱 后来就开始频繁约珍珍见面 并直接命令手下停掉了蔑视行动 手下理解不了老板所做的决定 珍珍已经从山本一夫那里 知道了他和蔚来的关系 决定帮助山本一夫和蔚来和解 但蔚来态度坚决 他不可能原谅自己的父亲 珍珍不顾蔚来的提醒 继续与山本一夫见面 而山本一夫认为 虽然珍珍不是阿雪 但邝天佑根本配不上他 应该留在自己身边 阿坚认为山本一夫 总有一天会把王珍珍变成僵尸 眼下他又无心开战 于是约出天佑向其告密 在日本的时候 你故意使我怀疑山本一夫没死 为什么这么做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山本一夫爱上了王珍珍 因为担心珍珍的安危 天佑和小林决定不再等待 直接找到山本一夫 双方剑拔弩张 大战一触即发 妙善上师竟然流泪了 他在位即将到来的浩劫而哭 他借用观音所赐天佑通 穿越过去未来探知天佑 但天佑泄露会遭天谴 但他毅然决然 就算遭天谴 也要化解这场浩劫 我能无所不知 是因为我有观世音所赐的天使通 能够一直过去未来三千世 妙善想把马小林和邝天佑 送回六十年前去 阻止将臣把他们变成僵尸 只要山本一夫矿国华园 近于1938年 那这六十年来所中的鹰 所作的孽都会烟消云散 那如果不想去了 不去那就用大日如来 禁世咒干你俩 虽然你俩身在三界六道之外 但这是如来最强的咒法 干倒你俩简直小菜一碟 那如果去了失败呢 回来以后也不能开战 否则一样可以尝尝这个禁世咒 那这事跟马小林又有啥关系呢 能第一时间消灭将臣的 就只有驱魔龙族马氏一家 仅凭一个马家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如果马小林和他的姑婆马丹娜合力 那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后天就是四月十五 是六十年前曠天佑 和山本一夫被降陈咬的日子 那是最好的时机 但大家都知道 如果行动成功 他们就会消失于现代 于是都用各自的方式 向这个世界告别 山本一夫表示自己是个军人 宁可战死沙场 也不会任人摆布 但他这六十年来 最对不起的就是未来 希望妙善这次能成功 化解父女俩这六十年来的仇怨 还约珍珍一起吃了一顿饭 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 而小林便疯狂买礼物 送给家家大厦的人们 还和珍珍一起回到校园 缅怀那段青葱岁月 在教室里 两人还谈起了以前的往事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的班长称十三呢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你管他这么多干什么 然后又在教室外面 像曾经一起罚站那样 开心的像是两个孩子 小林突然开口 珍珍对不起 可能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他是在为什么事情 跟珍珍道歉 离开学校后 两人心里想着的 都是同一个男人 最终缘分 还是让马晓琳见到了邝天佑 两人决定 在这最好的夜晚 去做一回普通人 他们跑到酒吧对唱 有流氓想调戏小林 惹得天佑大打出手 小林则用照相记录下 天佑为他打架的样子 想留作纪念 转眼已是午夜 空旷的街上 两人忍不住袒露心声 邝天佑说 过了明天之后 自己所有的朋友 都不会记得他的存在 马晓琳则说 过了明天之后 那个整天跟自己吵架 而自己永远都说信不过他 永远在他面前强装坚强 却又只有 他能令自己掉泪的男人 或许就要消失不见 他们彼此都可以 为了大家连命都不要 但是过了明天 他将再也不会记得 这个男人 也许忘记我是一件好事 我不想忘记 对于天佑而言 痛苦的不是要失去生命 而是要失去这些美好的回忆 他让天佑闭上眼睛 抱着天佑的脖子 就想静静地躺一会儿 没想到 只是借闺蜜男朋友肩膀靠一下 却被抓个正中 小林想下车赶紧解释 天佑一把拦住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事实 如果回到过去改变了历史 这段场面就不会出现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回到六十年前消灭将尘 珍珍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 和最爱的男人 相拥在一起后 受不了两人的背叛 在马路上狂奔 被急迟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 赶紧被宋医院抢救 小林和天佑来到通天阁 准备穿越 接着 山本一夫也突然出现 他决定要跟邝天佑和马小林 一起回到六十年前 改变历史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害怕邝天佑容易感情用事 如果自己不亲自参与 他不放心 他告诉未来 说 如果可以令你这来六十年的痛苦消失 那就算是送给未来和阿肯的结婚礼物 但遗憾的是 他不能做未来和阿肯的证婚人了 未来心中对父亲的怨恨终于消散 就这样 三人正准备穿越 可出发前 却接到了珍珍的死讯 天佑情绪激动 要马上赶回去 就珍珍 却被山本一夫阻止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去 改变历史 妙善开始做法 此次穿越的目的地 是六十年前七月十五的红西村 晚上八点降臣出事 现在是下午四点 也就是说 三人只有四小时的行动时间来完成任务 一旦过了八点 三人全都会死 需要特别注意 本次的行动 不可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否则就会给后世造成混乱 此航线连在三人的脖子上 如果断了 他们就会被卷入时间黑洞 永远消失在不知名的空间 随后 三人正式开启穿越之行 很快 小林和天佑 就来到了六十年前的红西村 可眼前的情景 却让二人一愣 高宝的爷爷 居然在向阿秀告白 他见阿秀对自己没有意思 既然要以上调表真心 天佑准备上前阻止 小林说你不用管他 如果他真的死了 那高宝是从哪来的 果不其然 他直接将树枝给弄断了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也来到了当年的军营 在这里见到了六十年前的自己 当年的自己刚收到旷国华 藏匿在红西村的情报 连忙带着部队去红西村 发现一件日本军服 便下令屠村 山本一夫赶紧与天佑小林会合 三人紧急分工 小林去找马丹娜 而天佑和山本一夫 则留下来等待时机 山本一夫直言 天佑非常贪心 与真真和小林两人纠缠不清 两人注定成为敌人 1937年视为国家 1998年视为女人 但现在他们要为同一个目标携手合作 还要见证六十年前的自己 与对方决意死战 小林找到了姑婆马丹娜 此时 马丹娜居然在偷看山精洗澡 山精察觉了马丹娜的存在 仓皇逃跑 马丹娜起身去追 小林想叫住姑婆 转身却与高宝的爷爷撞个正着 不慎将DV相机弄丢 被高宝的爷爷捡起 他十分好奇 从未见过这样的器具 天佑眼睁睁看着红西村 被日军图村 但他不能出手 就像山本一夫一样 不能告诉六十年前的自己 必须小心美国的那两颗原子弹 他俩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马丹娜正追着山精逼问 将尘的下落 正好遇到来找自己的马小林 小林一见姑婆 连忙解释来意 可马丹娜却误认为小林 是山精变的 根本不听 两人动起手来 可小林哪里是马丹娜的对手 一脚被姑婆踢下山崖 还好抓住了一块石头 消灭将尘 马丹娜寻找将尘 一路找到这里 天佑和山本一夫 以为是马小林 见时机已到 便赶紧变成战斗状态 准备大战将尘 马丹娜一看 又多了两只僵尸 凶了你们 这下可好 还没等见到将尘 三人先打起来了 只听洞口一声巨响 雾气弥散 将尘出来了 马丹娜这台意识到 面前这两个虽是僵尸 但他们是要跟自己 一起消灭将尘的 三人一路追去 阿肯与未来重归于好 而毕加在房间里发呆 他回忆起六十年前 山本一夫救下自己 然后将自己变成僵尸 他不允许山本一夫消失 准备破坏这个计划 阿肯发现了毕加的意图 跟未来合理要阻止毕加 奈何两人竟然不是他的对手 原来毕加在变成僵尸之前 就已经拥有超能力 视我为妙善护法 不让毕加破坏法坛 可他根本不是毕加对手 直接让毕加给打死了 毕加步步逼近法阵 关键时刻 阿肯和未来冲破结界 赶到大厅 还是阻止不了他 而三人还在寻找将尘下落 他们只剩下三十分钟的时间了 将尘终于出现 这场宿命的对决 终于打响 但将尘毕竟是僵尸之王 纵使三人合力 也丝毫占不到便宜 小林赶到 跟马丹娜 一起使九字真言消灭将尘 关键时刻 毕加砍断了小林的磁航线 小林只感觉脖子一紧 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已经出现的真龙 也瞬间消失 马丹娜困住将尘 让天佑和山本一夫 赶紧动手消灭将尘 可天佑眼看小林 要被卷入时间黑洞 他一把将小林拉住 如果消灭 将尘要用失去小林为代价 他肯定不愿意 山本一夫眼看将尘被困住 准备给将尘致命一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毕加拽起了他的磁航线 直接将他拉回1998年 活该 这瓜娃子真是耽误事呀 山本一夫再回来时 将尘早已挣脱了束缚 桃之夭夭 天佑终于将小林给拽回来了 两人将手腕绑在一起 山本一夫看到这一幕 脸上写满了愤愤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了 60年前的山本一夫 和旷天佑还在厮杀 日本兵最后还是枪杀了附生 将尘还是在这个时候 咬了山本一夫 山本一夫一把抱住自己 痛苦万分 为什么会这样 小林眼看没能消灭将尘 至少还是要救回珍珍 他找到高宝的爷爷 让他一定要将一块布 交给他的孙子 布上写的是让高宝 在某个时间点的家家大厦 拖住王珍珍聊几分钟 这样就不会撞到小林 和天佑相拥 交代好了这些 三人也该回去了 可被打后的毕家 却因爱生恨 他一脚将山本一夫的莲花灯 踢进时空隧道 未来见状 赶紧就灯 灯是被抛回去了 可他自己却被卷进了隧道 妙善想救未来 结果 居然也被毕家打进了时空隧道 山本一夫失去了未来 他悲痛欲绝 可毕家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山本一夫满腔的愤怒无从宣泄 他怪天佑为救小林 没有抓住机会消灭将尘 他这次回去就是希望 未来不会变成僵尸 他希望未来开心 可是没想到 这次计划 没成功 还将他赔了进去 他斥责天佑和小林 这次的计划 你们俩都有私心 只有我自己是一心一意消灭将尘 你们嘴上说 要消灭将尘拯救苍生的话 可却为了一己私情 让将尘逃脱 天佑和小林没法反驳 山本一夫 最后一块温暖也没有了 彻底黑化 该做的我都做了 将来发生什么事 你们别怪我 虽然这次行动没成功 但珍珍被救活了 其实小林真的不想珍珍受到伤害 他责怪天佑为什么不放手 如果放了手 珍珍不会受到伤害 复生也不用变成僵尸 就算历史再重演一次 我也不会放手 高宝交给珍珍一块破步 这是一位神仙交给他爷爷的 但珍珍看着这块破步 不认得 是小林的字迹 你怎么会呢 我爷爷怎么能认识小林呢 这一幕我怎么似曾相识 从植物的质地上来看 应该是秦汉时期的 字迹至少又有上百年了 这是小川写的 这像是小川做的恶作剧啊 高宝继续翻爷爷的遗物 结果就翻到了小林 六十年前掉落的那台相机 要知道 这台DV机可还珍藏这些秘密 还好电池发霉 里面的内容珍珍暂时无法看到 珍珍说可以把相机送去修理 哇 这种型号出了不到半个月 你是怎么把它弄得跟古董似的 维修人员决定将机器返厂维修 更换配件 失去蔚来的阿肯不想再做山本一夫的狗 他要做回原来的堂本真物 他要报仇 当年他和蔚来本是一对幸福的恋人 可山本一夫却把蔚来变成了僵尸 而蔚来咬的第一个人便是他 接着就是他的父母 但他并未记恨蔚来 而是将这笔仗记在山本一夫的头上 这六十年来他留在山本一夫身边 为的就是取得山本一夫的信任 然后伺机杀了山本一夫 为未来和父母报仇 只是山本一夫从来没有信任过他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山本一夫看在眼里 他被山本一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山本一夫说 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因为你身上流的僵尸血是属于我的 山本一夫并没有直接杀了唐本真物 他要留着他 让他继续活在痛苦之中 让他明白 他这六十年来的谋划 其实就是一场笑话 唐本真物求天佑和小林跟自己联手 一起对付山本一夫 可天佑深知开战胜算很小 他不想小林他们白白牺牲 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 毕家正在祈求山本一夫的原谅 可山本一夫根本没心情搭理他 失去未来的山本一夫 现在只想见一个人 就是王珍珍 每次见到珍珍 他就有一种亲切放松的感觉 他让珍珍这个星期天夜里 十二点到通天阁 到时候他就会见到天佑 山本一夫正式开启了他的蔑视计划 一夜之间 警局接到数十起失踪报案 失踪者多为上流社会的名人 业内巨富 媒体大亨 卫生局局长 警察局长 警察内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和警司 甚至还有高宝的顶头上司刘四 其实这些人早已被Herman和毕家咬死了 山本一夫要得到王珍珍 但他知道 只要邝天佑在 珍珍就不会爱他 他要邝天佑这周日到通天阁来 告诉王珍珍 说自己不再爱他 只要天佑肯让珍珍死心 他就愿意放弃自己预谋了六十年的灭世计划 只要天佑答应 他就会一把火烧了通天阁 和这里所有的尸体 而他和珍珍就会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双宿双七 我不会把他交给你的 既然这样 山本一夫决定 从今天晚上开始 每晚就会放出一只僵尸 爸爸你在这 爸爸 我今天跟股东开会商量过 大家不断赞争 在这个时候撤刺 因为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爸爸 爸爸 你今天有说话吗 爸爸 儿子 我很饿 山本一夫放出了第一只僵尸 晃天佑把他抓住 可这个时候过了午夜十二点 第二只僵尸 也就是天佑原来的上司刘思尔也被放出 他带人赶到这里 过于无奈 天佑只能先放了他 怎么样李先生 你肚子饿不饿 跟你一起回警察局吃饭吧 走吧 要有僵尸进了警察局 高宝难以置信 天佑和小林拿着僵尸探测器 一起进入警局 机器响得不停 很明显 几乎这里所有人都变成了僵尸 天佑为了保护高宝把他带到囚书这里 告诉高宝 现在整个警局都是僵尸 可高宝压根不信 世上哪会有僵尸 看着吧 你怎么 报仇无望的唐本真物 已经一蹶不振 晃天佑不想他一直这样颓废下去 于是带他找到囚书 囚书用毛山悬光树 让他和蔚来见面 蔚来劝他振作 从此以后 他就留在了囚书的游戏厅 等待时机 跟他们一起对付山本义夫 珍珍几乎每天 都会来打扫天佑的房间 换上新鲜的鲜花和水果 然后打扫好房间的卫生 时时刻刻迎接天佑的归来 珍珍 天佑回来 是想告诉珍珍 她是只吸血僵尸 可珍珍肯定不信 她就当着珍珍的面 划破自己的手掌 让珍珍看着她的伤口 一点一点的愈合 珍珍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她就抓着珍珍的手筒 自己一刀 没有流血 她毫发无伤 她以为只要珍珍知道了 她是僵尸 就会对她死心 但珍珍却意外得知 是山本义夫逼天佑说 不爱她了 珍珍不想让天佑为难 决定独自前往通天阁 被赶来的天佑小灵拦住 天佑无法挽留 可珍珍去意已决 只能寄托于山本义夫 能够遵守诺言 珍珍也不会白白牺牲 山本义夫有点气愤 因为旷天佑破坏了游戏规则 她本意是让旷天佑 告诉珍珍不爱她 好彻底让珍珍死心 可如今珍珍知道了真相 她虽然来到这里 却是为了旷天佑而来 山本义夫爱王珍珍 可以为了她牺牲一切 甚至可以放弃 准备了六十年的蔑视计划 但她不会在王珍珍 不情愿的时候 把她拒为己有 不想珍珍变成下一个未来 以后愿她恨她 珍珍回到家家大厦 主动提出 让天佑把她变成僵尸 她希望由自己最爱的人 来完成这个仪式 可天佑却拒绝了珍珍 这个无理的要求 如果旷天佑现在咬了珍珍 那跟山本义夫又有什么区别 她俩大吵一架 山本义夫决定要让破坏规则的 天佑付出代价 她让毕家去通知那些僵尸警察 见人就咬 咬得越多越好 求书想出一个应对方法 让一些鬼魂附在那些僵尸警察的身上 这样就能先控制住僵尸警察 不去咬人 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鬼能控制僵尸 暂时不吸人血 但时间一长 僵尸会越来越饿 强烈的饥饿感会使他们摆脱鬼的控制 到时只会更加发狂的咬人 他号称自己是从未输过的赌徒 他的规矩很简单 赌注是三魂七魄 只要天佑和小林赢了他 便可以通关 我白莲花的名堂在赌场是出了名的 原来是阿肯告诉他们 很多年前 日本有个高僧叫玉命十三 他曾经追杀山本义夫 差一点就杀了他 可惜在最后关头被他跑掉了 不过在临死前 将追杀山本义夫的 是写在一本十三杂记里 存放在日本一个叫地心卓的地方 如果他们能得到这本杂记 就可以知道如何消灭山本义夫 两人刚一出发 珍珍就接到了维修店的电话 相机修好了 小林和天佑到达日本后 就先找到孔雀大师 让孔雀带他们去地心卓 孔雀告诉他俩 地心卓共有四层 十三杂记就在第四层 每一层都有高僧把守 要想拿到杂记 就要打败每层守护的高僧 第一层的高僧竟然就是孔雀 在抓初春那次 我已经输给你们了 我们没必要再打了 他还提醒两人 有不少人千里迢迢赶来日本 但都闯不进去 要想通关不能光凭蛮力 还需要智慧和诚心 但其实这十三杂记的背后 是一场更大的阴谋 第二关便是这个号称白莲花的赌徒 小林有点不服气 决定先去试探他的虚实 让天佑利用超能力 通过眼力和速度观察白莲花的破绽 规则很简单 两人各抽一张牌 直接比大小 三魂七破 等于十个筹码 小林先跟他赌三魂六破 留一个作本前 小林开牌后人都傻了 竟是一张方块二 白莲花的牌正好比他大一级 看来还是不能小看 这个白莲花 白莲花二话不说 就收了小林的三魂六破 天佑健壮 决定亲自帮他赢回来 他通过观察发现 白莲花其实就是一代赌徒 他很自负 总是认为自己无往不利 顺风顺水 因为自己的运气向来很好 看来天佑全凭运气很难赢他 只能另寻他法 天佑第一步就是要让他慌乱 他凭高超的眼力和记忆力 在刚才两人赌牌的瞬间 就记住了每张牌的位置 第一张方块三 第二张梅花四 第三张红星石 第四张梅花金 白莲花立刻被震住了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第二步就是让他气愤 天佑故意一次次叫错他的名字 令他心情浮躁 无法冷静 我叫白莲花 不叫紫莲花 记住 我叫白莲花 我不说第二次 我记住了红莲花 但天佑的筹码好像不够 小林便将自己最后的一破 也给压上 孔雀大师赶来 将自己的魂魄也借给邝天佑 还故意透露他当年的丑事 以他气负 邝天佑毫不犹豫 压上全部赌注 给了白莲花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心里在犯嘀咕 这个人竟然这么自信 想都不想就压上三条人命 开牌吧黄莲花 我要换两张 蓝莲花不要出签 我叫白莲花 不是红莲花 蓝莲花 你什么时候点的烟 我还以为你看着 你的运气不如我 你什么时候喝红酒的 不可能在我面前出间的 就在其他人看不到 我也会看到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白莲花心里崩溃 自信心被击破 连牌面都不敢拍 只是一个人在一旁大喊 自己不可能输的 他们顺利通关 第三关是情观幻影 一条生路一条死路 为了有更大胜算 两人准备各走一条 这样必定有一人可以通关 这里是情观幻影 居然可以帮人梦想成真 老公 为什么 怎么现在才回来 快坐下吃饭 小玲和天佑结婚了 两人夫妻恩爱生活美满 只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在邝天佑心里 她的梦想就是从一只僵尸 变成一个普通人 然后跟马晓琳结婚 晓琳躺在她的身上 一切都那么真实 此刻她非常享受 觉得幸福 却又觉得不安 她隐约记得 自己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可晓琳却说 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幻境外的晓琳 看到这场紧急的直跺脚 邝天佑脑子里 一天想的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如果沉迷在幻境走不出来 她的三魂七魄 就会被打散 我做梦里没有想过 能和你在一起 现在的生活 我觉得很满足 知道吗 请你大意我 永远都别离开我 永远留下来陪着我 为了留住天佑 晓琳哭了 也正是她的眼泪 让天佑瞬间清醒 她肯定不是马晓琳 无论遇到多么不开心的事情 马晓琳都只会让眼泪 往肚子里咽 她转身离开了 梦想中的完美生活 刚才我见了秦官的梦境 差点回不来了 我知道 就像做了一场梦 醒醒吧 没时间了快走 两人来到地心卓的第四层 才发现一切都是陷阱 根本没有什么十三杂技 这里根本就是山本义夫 处心积虑设下的圈套 玉命十三跟山本义夫是一伙的 她一直在这等待 拿十三杂技 对付山本义夫的人 谁要拿十三杂技 谁就是山本义夫的敌人 玉命十三就会消灭她 玉命十三 恭候二位大驾光临 当守护地心卓的高僧们得知 竟然都被山本义夫给玩弄了 十分气愤 让天佑和晓琳先走 由他们来对付这个玉命十三 打败山本义夫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现在又多了个玉命十三 难道真的只能等奇迹出现 阿肯带着高宝来给僵尸们投喂药丸 吃下这药丸 鬼魂可以控制僵尸的身体 占据他们的意识 让他们暂时不去咬人 但很快山本义夫 便发现了他们用鬼控制僵尸的事情 派毕家去警局 把那些附身的鬼魂打得魂飞魄散 没有了鬼魂的控制 饥饿感 使得那些僵尸走向街头 更加疯狂的吸血咬人 很快 街头像围满是张牙舞爪的僵尸 他们目光呆滞 只要看到活人就蜂拥而上 幸存者所剩无几 而囚书的游戏厅成了避难所 就快要守不住了 形势严峻 堂本真误提出 由他喝下血天使去对付山本义夫 这血天使是囚书研究出来的一种血浆 僵尸之所以吸血上瘾 是因为他们吸血的时候 是连人的精气神一起吸走 于是囚书尝试用野兽的生魂 来制造血天使 原本是让附生喝下一只血液 可在制造期间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制造出来的血天使 可以令僵尸狂性大发 力大无穷 但喝得太多 就会永远失去长性 回不了头 求书知道 即使阿坚喝下血天使 也打不过山本义夫 但只能寄托于这个渺茫的希望 如果两闺蜜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那该怎么办 珍珍看着DV里的录像 她从未见过天佑如此放松 好像忘了 她自己是只僵尸 忘了山本义夫 忘了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她想 或许 天佑更爱小林吧 趁众人不注意 她走出游戏厅 你要上哪去 博士吩咐过 让我们保护你的安全 小林和天佑回到了香港 看到满街的惨状 她愤怒的变成僵尸形态 求书告诉小林 马家两代传人 就可以对付山本义夫 于是 就用梦魂神通术 将马丹娜的魂魄 从小林梦中拉到阳间 但毕竟马丹娜是个灵体 只能暂时附在伞上 珍珍再次来到通天阁 她言辞真切 说她发现自己 最好的朋友 和最爱的男人 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她伤了心 决定离开矿天佑 现在只想和山本义夫在一起 可山本义夫 却不知道要不要相信她的话 珍珍原本就是个善良的人 她如果是为了救她的朋友 她肯定会不顾一切的来欺骗自己 珍珍表示 她不想看见山本义夫难过 因为她知道 山本义夫是真心爱她的人 只要你咬了我 我愿意跟你一起度过余生 正犹豫间阿坚赶到 她已经喝下了一瓶血天使 但仍然不是山本义夫的对手 珍珍不想再有更多无辜的人受伤 干脆一刀刺进自己的腹部 用此来威胁山本义夫吸自己的血 你要是相信我 你就吸我的血 把我变成僵尸 不然的话 就让我死吧 你别逼我这么做 山本义夫抱着将死的 珍珍心疼的泪流满面 她不能让珍珍死 山本义夫 真真 山本义夫急切地说 珍珍你快告诉她 告诉她你 刚才是怎么跟我说的 告诉她你刚才说 要跟我在一起 是自愿让我咬的 可珍珍却说 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 骗人 全都是骗人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为什么 被自己最爱的人欺骗 山本义夫陷入疯狂 在巨大的愤怒之下 她变身成超级僵尸 阿肯 再次灌下几瓶血天使 为了掩护天佑等人离开 她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看到这里 真的有点心疼山本义夫 只要珍珍愿意回头 她真的愿意收手 她虽然杀人如麻 稀释人喜 在别人眼中她 或许是个恶魔 但在珍珍面前 她就是一个多情的种子 能够为了她 放弃自己部署了60年的灭世计划 在未来面前 她是一个不希望女儿 受生老病死折磨的父亲 但是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人的理解 还一度遭受他人的欺骗 而对珍珍来说 是一个爱我的人 和我爱的人的选择 只是 她为了我爱的人 去选择了爱我的人 她本是一只从不惜人血的僵尸 60年来 都是以吸过气血包为生 再面对女友就快要离去 她还是不肯 把她变成僵尸 一旦咬了她 那自己跟山本义夫 又有什么区别 虽然小玲也不希望咬她 但她还是希望 天佑能救珍珍 经过内心的挣扎 天佑最终还是向珍珍的脖子咬去 第一次喝了人血的天佑 一下子就变成超级僵尸 而山本义夫 看到珍珍被咬后十分气愤 汪珍珍的血只有我能吸 旷天佑 你根本不配 她决定要杀死天佑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天佑最终不敌山本义夫 被她打昏了过去 就在这时 空中传来妙善的声音 原来妙善利用她最后的法力 将未来送回现实 未来看着父亲变成这样 十分难过 趁山本义夫毫无防范之下 她一把抱住山本义夫 马丹娜和小林一起使出 九字真言 准备消灭山本义夫 关键时刻 山本义夫还不忘推开未来 只因不想女儿受到伤害 山本义夫对女儿的爱从未改变 临死前 林国栋求山本义夫咬她 山本义夫告诉林国栋实话 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咬她 因为看见林国栋 就觉得做僵尸很有尊严 说完变化为一堆白骨 天佑醒来 失去长性变得丧心病狂 她准备去咬小林 小林让她控制自己 但又不舍地收服她 最终 马小林的眼泪流出了眼眶 驱魔龙族一代传人 终究还是为了爱情 沦为普通人 她也因此失去法力 正是小林的眼泪让天佑清醒 而天佑虽恢复理智 但很快再次昏迷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 求叔已经解开了复生的寒冰符 因为已经研究出一种 能代替活人血的血浆 珍珍虽然成了僵尸 但他白天依然上课教书 晚上会和复生学习僵尸的生活方式 山本义夫死后 未来和阿肯都变成了正常人 两人也住进家家大厦 已经结婚 未来还怀有身孕 阿肯十分珍惜着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这天是天佑的生日 众人都来看望昏迷的天佑 为她准备了礼物和蛋糕 可她始终没有苏醒 直到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月亮变成了血红色 观音出现 告诉天佑 有一帮人等着你更新 你不能就这么死了 而你的对手山本义夫 会在1999年7月重灵人间 你要阻止这场浩劫 否则 佛祖就会已经是昼灭时 世界将会由混沌重新开始 天佑告诉了众人 这个奇怪的梦 但不知是何用意 求书说 天佑梦中的时间 正是达姆斯预言的世界末日 至于那个血红色的月亮 他也曾在古籍中看到过 月亮藏有宇宙间 最邪恶的玄音之气 当阴气外泄 天地人三界 就会变成充满邪恶和痛苦的地狱 天佑总觉得 这次昏迷并不是偶然这么简单 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特意布局 为的就是 要将这个讯息带给天佑 但目前还没发现 山本义夫复活的任何迹象 只能等待时机 小林和珍珍约定 两人既然都深爱天佑 又是最好的朋友 不能为了天佑 伤了两人最好的感情 那就谁也不争 谁也不让 让天佑自己来做选择 不管天佑最后选择了谁 另一个人都做对方的伴娘 可在回去的路上 小林给天佑打了一通电话 她说 珍珍是个好女人 为你牺牲的实在太多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能不能嫁给我 好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当真正得知 天佑向珍珍求婚的时候 马小林还是哭出了声 这个坚强独立 什么事都自己扛 从来泪水只会往肚子里咽的女人 为了天佑失去了驱魔的能力 面对最好的闺蜜和最好的男人 她一度选择了成全 她把几滴鲜血滴在面前的骨架上 下一秒骨架就变成人形 早在五十年前 山本一夫就将自己的血 交给玉命十三 复活后的山本一夫 却感到十分痛苦 为什么让我复活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为什么 她的野心已经全无 她说 深爱的女人和最爱的女儿 都出卖了她 留在这个世上还有何用 得到这个世界又能如何 玉命十三可不想看到这样 毫无斗志的山本一夫 她给山本一夫 注入来自地狱的邪魔力量 让山本一夫变得毫无人性 还给她灌输错误的认知 说在万世远古之前 其实你是以藏月仪式 令三界变成地狱的罗后转世 是个能够称霸 天地人三界的王者 为了能够表现你的王者之气 你必须要将对不起 你的人全部杀死 并且告诉山本一夫 1999年7月 就是另一次千载难逢的藏月时机 这一次 你一定要藏月成功 随着山本一夫的复活 被咬过的人们体内的僵尸血 全部苏醒 玉命十三吹起魔笛 魔音一响 群尸应照 未来只感觉腹中一痛 恢复了清醒 还好她因为怀有身孕 并没有变回僵尸 但阿坚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年多的幸福 戛然而止 山本一夫出现 她的脸上写满了狠绝 未来健壮 想要拖住山本一夫 但此时的山本一夫 早已失去人性 直接一掌打在未来身上 天佑和珍珍正在举行婚礼 神父在台上宣读婚礼试词 就在这时 受了重伤的未来和阿坚跑来送信 没死 一切由我开始 由我终结 说完就收走了两人的僵尸血 两人掩掩一息 众人来到未来和阿坚的房间 看到两人准备送给珍珍和天佑的礼物和贺卡 一阵微风吹过 婴儿床上的床铃摇摇摆摆 月声轻快悠扬 却指令众人更加悲痛心酸 山本一夫的复活 让天佑想到她的梦 是真的 求书查了一本古籍 在远古时候 这个世界是一片无邪的乐土 有五个禀天地精气而生的勇者守护 分别是天地火空风五位勇者 不过后来 有个教罗后的术士想要霸占这片乐土 想用藏月邪术 引发藏在月亮上的玄音之气 为己所用 成为天地人三界的最强王者 要想藏月成功 就要用最圣洁的女性鲜血为矣 而符合这个要求的 当时就只有天佑者的未婚妻 罗后抓了这个女人 要完成藏月仪式 无勇者则杀上藏月祭坛 和罗后展开了一场大战 结果地火空风四勇者全部死亡 天佑者最终也与罗后同归于尽 求书告诉众人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山本一夫 然后阻止他完成明天的藏月仪式 明天就是1999年7月 也就是达姆斯预言的世界末日 为了防止藏月时 求书坏事 玉命十三让山本一夫去杀了求书 山本一夫如鬼妹一般出现 来取求书性命 求书请哪吒现身 但哪吒哪里是山本一夫的对手 他一口就吞掉了火箭枪 然后接过乾坤圈 一套连招打得行云流水 哪吒就这样被自己的乾坤圈套住 动弹不得 然后又被自己的火箭枪穿覆而过 求书继续施法术应对 但压根伤害不了山本一夫 最终惨死 玉命十三还告诉山本一夫 王珍珍就是远古 那个最圣洁的女人转世 只要把他带回来 以其鲜血献祭 藏月便可成功 高宝看见夜空之中有流星快速飞过 他赶紧许愿 但光团突然分出四种不同颜色 向四个不同方向飞去 而留下的那个静直奔高宝而来 遥远远古时的记忆涌入脑海 一颗珠子滚入手中 原来高宝就是万年前的帝制俑者 与此同时 山本一夫已经带着僵尸特警队 来到家家大厦 带走了珍珍 众人正在思考 该应该如何应对山本一夫 孔雀进来到这里 他说 昨晚发生了一件怪事 天上突然落下了一颗珠子 原来孔雀就是无勇之一的火制俑者 看来五位勇士都转世了 只是另外三个还没有出现 时间仅任务重 就算无勇不齐 他们也必须一战 小林要跟众人一起 却直接被天佑拒绝 他虽然知道 天佑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可作为曾经威名赫赫的驱魔龙族一带掌门 如今看着僵尸作乱 他却无能为力 天佑看着小林情绪不对 进入房间找小林谈心 并告诉小林 他选择真真的原因 他觉得是他把真真变成了僵尸 就要负起责任 而小林如今可以放下马家职责 变成一个普通人 就应该好好珍惜普通人的生活 不要再跟鬼怪僵尸扯上关系 希望他能正常恋爱结婚生子 小林听后 拿出了那块手帕 他说每次看见这块手帕 他就会想起天佑 宁愿永远做僵尸 也不肯放开他的手 如今却不能与天佑并肩作战 他交给天佑 希望这块手帕能够保佑他 天佑为了提升战斗力 来游戏厅拿了几瓶血天使 正准备离开 听见有人进来 转头一看竟是死去的阿平 阿平说自己死后 一直在地府跟毛道长学艺 近日也接到一颗珠子 他不知道是咋回事 正要来找求书问问 天佑看后 确认阿平就是空之勇者 马小林身为马家传人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没用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他宁愿选择做回以前的马小林 姑婆马丹娜出现 问小林如果可以选择 还会不会为男人流泪 不会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 好像欠了我什么似的 马家的女人真是命苦 马丹娜十分心疼小林 决定帮她恢复功力 灌顶术是马家最强的咒术 可以帮小林洗血换脉 脱胎换脉 重新激发马家血统潜在的能力 甚至还能更上一层楼 灌顶结束 马小林成功恢复功力 可马丹娜却咳嗽不止 原来这所谓的灌顶术 其实就是马丹娜将她的功力 都给了小林 如今她就要魂飞魄散 小林赶紧找众人会合 随着一声声爆炸巨响 烟尘四起 这些低等僵尸被瞬间秒杀 众人来到天台 这时风之勇者正好赶来 他就是马小林的好友 祭坛之上 玉命十三 已经打开了玄音之气的通道 鲜血自珍珍的手腕 黄缓而出 每落下一滴 月亮就会变得更红一些 几人破了结界赶到祭坛 这场远古之战再次打响 小林和天佑一起对付山本义夫 而四勇者就负责对付玉命十三 可这玉命十三确实厉害 几人合力都伤不了他 打斗中 勇者们突然想到了什么 不对 山本义夫不是罗后 玉命十三才是 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远古的历史开始重演 罗后杀了四位勇者 地 火 空 封四勇者都阵亡了 天之勇者 怎么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其实 天之勇者一直在场 他就是山本义夫 只是他还一直没有想起远古的事 没有想起他自己真正的使命 此时地狱之门即将打开 他重伤天佑和小林 然后返回祭坛 准备接受玄音之气的洗礼 他拿刀直接捅向自己 他说 只有死 才可以化为神魔 然后 永远霸占山本义夫的不死之身 他在山本义夫身边 卑躬屈膝六十年 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天 直到被罗后附身 山本义夫 才终于想起远古的记忆 自己为什么能为了真真不顾一切 与整个世界为敌 原来 他对真真的爱 从万事之前就已经开始 上一次 他就是在这血红月光之下 为这个女人而死 而罗后转世后发现 天勇者竟成了天地间 最邪恶的化身 罗后知道机会来了 决定启动第二次葬月 然后成为天地人三界的最强王者 大日如来看到这一切 已经准备用尽世中蔑世 否则 一旦罗后葬月成功 大日如来 恐怕也奈何不了他了 昏迷中的天佑 听到有人在呼唤他 都在鼓励他站起来 祭坛上的真真也恢复了清醒 并想起了远古时 与天勇者的爱恋 他呼唤山本义夫 试图换回他的意识 可惜 山本义夫的意识并没有战胜罗后 还是出手杀了真真 临死前 真真轻抚着山本义夫的脸颊 坚定地告诉他 你一定可以打败罗后 一定可以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失望 来自远古的五位勇者 这次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求你们将力量赐给我 求你们将力量赐给我 罗后 你想得到不死之身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 黄天勇 我把最后的力量交给你 给我杀了罗后 凌死给我力量 凌死给我力量 天勇得到五位勇者的力量后 成功消灭了罗后 一直以来 准备灭世的反派竟是救世者 小灵问天勇 如果我死在你面前了 你会不会把我变成僵尸 不会 因为我爱你 一句话就让小灵明白 他其实不爱真真 对真真更多的是责任 他心里真正爱的是马小灵 他说 他不想把小灵变成跟他一样 人不人鬼不鬼的靠吸血为生 大日如来 被感动落泪 决定跟观音合作完成天勇一个愿望 而天勇的愿望就是 希望六十年前 将尘没有咬他们三人 阿弥陀佛 如你所愿 时光倒流 历史改变 1938年 江氏王将陈被马丹娜驱离洪西村 日本少佐山本一夫及游击队长邝国华 并没有受僵尸之苦 同年十月 山本一夫因重伤退役 后于1984年离开人世 终年76岁 而邝国华则下落不明 1998年的香港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家家大厦 一位名教匠先生的男人前来租房 但他初次来到这里 却觉得这里的人 这里的一切都莫名的熟悉 楼下的酒吧里 白蛇还在等待着他的许仙 唐本真物和山本未来 已经年尽花甲 两人相守一生 并创立了公司 成为日本首富 林国栋为他做事 跟秘书家家互生情义 大家欢迎邝先生入住家家大厦 珍珍去接闺蜜小林 小林刚在国外念完书回来 众人举杯一起庆祝 喝完酒后 却想起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每个人的脑海中 都隐约想起一些遥远又不太真切的记忆 邝先生环顾一周 率先开口 我们好像认识 是吗 也许吧